前不久呢有一对夫妻到法院离婚 那么烧带手的还演出了这么一场闹剧 就连法官都看不下去了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准备开庭审理一起离婚案件 庭还没开 原被告就将五岁的孩子扔在法庭转身离开了 男方让女方把孩子领走 女方拒绝回她 但是他父亲就把孩子想象东西一样扔在法庭上 夫妻俩离开后便失去了联系 当天下午 为法官带着孩子回到家里 可孩子家大门紧锁 无奈之下 法官将孩子临时放在了邻居王大妈家 那孩子似懂非懂啊 他说呀 奶奶奶奶我骂我爸有心事 三天过去了 孩子家始终大门紧锁 不见有人回来 前不久的一天 记者跟着法官回访时 在村里的一家小店见到了刘某 刘某说 孩子已经被送到了幼儿园 刘某说 他因为不同意离婚 所以才将孩子扔在法庭 想让妻子回心转意 此前 他还曾将孩子扔到过派出所里 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夫妻闹离婚都不能够把孩子当成牺牲品 咱们常说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但是父母是不是经常也需要换位思考 孩子幼小的心灵被如此的伤害 难道不可怜吗 选择当父母就是选择了一生的责任 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给孩子留下一生的阴影 我是一名影视演员 我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演员 每次坐到这个讲台上 其实都是在做新闻发布会 还有一些采访 非常的高兴 兴奋 因为宣扬我的戏 在做宣传 宣传我自己 每次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战战兢兢的状态 是因为我要把我以前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一些丑态吧 跟大家说出来 这真的挺需要勇气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给我鼓励 因为有很多观众呢 可能看过一些影视作品 那我曾经就是出道第一部戏就是红十字方队 我在那里面扮演这个罗教导员 可能很多人还记得这部戏 那这部戏拍完以后呢 我的星途还是比较坦荡的 就是虽然没有一夜大红大紫 可是我的阶系量还是挺大 就是每年呢 就是不停地在赚钱奔波 没有受过这个圣贤教育之前呢 我这个状态非常的疲惫和焦躁不安 追求这个名利心很重 而且毫无感恩之心 对长辈呢挺傲慢的 尤其对我的家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现在学习圣贤教诲以后 我知道了 极善之家必有余庆 今天我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老祖宗说 这个厚德载物这个物 也就是说我这个福气和福报 是因为祖宗积德 可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感念先祖 感念爷爷奶奶 是他们的这个善心和这个感召吗 大会老师也讲 这个作用力反作用力 他们这个福报没有想完 那我们子孙在享受着 他们的这个福气 所以我今天还有这个渔福 坐在这里 能给大家做这个汇报 我非常感念我的爷爷奶奶 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世了 我这个从小的一个性格特别的不好 也跟这个小牛老师和胡斌老师 有点相像 我是也是严重的小抑郁症 父母家庭还是不健康吧 他们在我懂事的 我在记事的时候 我就能记住他们在他们的吵闹 在座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不相信 我在一岁的时候 两岁的时候就有记忆了 记住他们的吵 记住他们的这个打 因为孩子从出生啊 他那个眼睛睁开 就是录音机 耳朵一张开就是录相机 录着父母的一言一行 真的我们父母要谨言慎行 当我一岁多记事以来 我就记着他们的全部都是吵和骂和打 我现在一回忆起童年 我就经常容易激动 老爱哭 后来我们团队有一个老师就告诉我 说我这个还没有释怀 就那段经历 真的是 一个孩子性格的形成 跟他的童年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这一记事开始 他们就开始吵打骂 然后我父亲的性格非常暴躁 经常动手 打我的母亲 在这种状况下呢 我的精神受到了那个强烈的刺激 经常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忽然间从床上 就是嗷了一声就跳起来 把他们都吓醒 然后大哭大叫的 经常这样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爱我 他们经他们商量嘛 想把我送到幼儿园 但是送到这个每天的这种接送幼儿园呢 还想着也不合适 因为回来以后 他们知道自己打架不对 可是还是忍不住自己的这个坏习气 还得打 怎么办 决定把我送到长托幼儿园 这个长托幼儿园呢 是一个星期接一次 那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还六天接一次 那我年龄太小 只有两岁左右 还不够长托的年龄 因为大小便还不能自理的情况下 学校是幼儿园是不收的 好在我当时家庭条件挺好的 吃的是一个小胖堆 我有肥胖症小的时候 就是特别特别爱吃东西 当我现在懂得一些道理以后 学习了这个传统文化以后 我就在分析我的童年 为什么那么爱吃 那么肥那么胖 因为我特别的也就是忧郁 孩子嘛 他不能排解自己心理上那个压力 他用那个吃来排解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胖 胖到五岁左右的时候 就那个腰就二尺四 而且六十多斤 没有任何一件衣服 我能穿下 那这个肥胖 更加重了我的忧郁的心理 这么胖的一个孩子 反正到哪儿 人家这个园长啊 还有老师一看 确实年龄挺大的 看不出年龄 我就这样混入了幼儿园 可是毕竟还太小 可是妈妈还是 就是那时候她就跟我 现在她也跟我分享那段 她说我还是咬牙给你 送进去 没办法总比在家里强吧 那我进了幼儿园以后呢 这个忧郁的心理呢 更加严重了 我每天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 搬着我那个小板凳 坐在这个盖拉墙的盖拉 我记着一面是墙 另一面是放我们小朋友 洗漱用具 小行李的一个那个小格子 柜子 我就坐在那儿 每天干什么呢 明思苦想 想问题 想他们现在是否又在打架了 这个时候 爸爸是否又动手打我妈妈 我经常想到 特别去 就是自己那个想象特别丰富 我特别想回去救她 救妈妈 那我有的时候经常恨自己 就是帮不了妈妈 就是这一会儿谴责自己 一会儿又想 就是这样的想 翻来覆去的想 老师跟我说话 小朋友跟我说话 我熟失无睹 我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 有点那个小自闭症似的 从来也不跟小朋友出去玩 每天小朋友睡猪母觉 我也不睡 老师每天愣把我闭在床上 去睡猪母觉 每天让我把眼睛闭上 我就假装把眼睛闭上 然后眼睛眨眨眨眨 孩子太小闭不上 他就批评我 经常批评我 我每天呢 看着幼儿园的窗帘 刷 一下屋子黑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他刷 一下又亮了 我很痛苦睡觉 就爱吃肉 有点偏执 所有的带糖的东西都不吃 甜的 就吃肉 以至于现在我的口味 都从小时候这样养下来 然后给我吃所有的这种 有甜的东西 我就绝食 就不吃 一到吃肉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 我一顿饭就吃了13个肉包子 那阿姨吓坏了 我在管他要第14个的时候 他就不给我了 我就哭了 我记得我那是第一次 来幼儿园 哭 我觉得我特别可怜 因为我吃不饱 吃不饱 后来妈妈来接我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了 我妈妈就跟阿姨说说 你照顾照顾这孩子 他年龄太小 我们父母也照顾不了他 他想吃就让他多吃点 阿姨说他吃太多了 我怕吃13个14个 我怕把他撑坏了 那个时候 我唯一的一个寄托 就是妈妈给我的一个小手绢 别在我左胸口 我记得是红蓝格子的 我每天就拿着那个 闻他的味道 刚刚几个小牛老师讲的时候 我又在底下哭了 真的是妈妈的味道 一直伴随着我 后有一天 这个手绢丢了 我就觉得天塌下来 我就像疯了一样 就四处找 没找到 我就绝食了 后来 老师看这样下去 不行了 发动幼儿园孩子们 一起和我找手绢 终于 在操场上找到了 已经淹没在那泥土里 拿出来以后 已经面目全非了 看不出任何图案 就给我去认 我一看 我开始觉得那不是 我哭了 可是我拿在嘴巴上 闻了一闻 我就说 这是妈妈的味道 后来 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这个忧郁的种子 就真的深深地 就是埋在了我的 这个幼小的心灵 后来学习圣贤教育以后 我才知道 因为我长大以后 也有忧郁症 就是在去年 以前这个病症才缓解 才好 因为最后最严重的时候 我也想到过自杀的 那我那个时候搞不懂 我说我生活很好 我是演员 我为什么会有 这么优异的一种状态 真的学了圣贤文化以后 有了那么一点点智慧 我就懂了 那个忧郁的种子 种下去以后 它有的时候 不是马上就开花结果 它得遇到源 就像那个种子 在土地里 它那个冬天 它不开花 也没有阳光雨露水分 当它遇到那个阳光雨露水分的时候 它就会开花结果 可能是十年以后 可能是二十年 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现在 经常看见那些小朋友 我现在很关心那些孩子 没有自闭症啊 或者是特别忧郁的孩子 或者是这个狂躁不安的 这都是两个极端 因为孩子家庭 这个不幸福 这孩子呈现两个极端 一种是忧郁 还有一种就是狂躁 坐不住 像这个多动症一样 其实家长的心绪 它不宁 它影响着孩子的心绪 家长都不知道 还在找原因 找专家 找这个痣 找那个痣呢 都不知道 是自己带给孩子的 这些病症 那妈妈爸爸的这种状况 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 终于在我四岁那年 他们四年的夺子战争 告一段落 打上法庭 这关子 协议离婚没办法 因为都要我 两边家庭都特别爱我 法官当时被我妈妈感动 因为我妈妈都 就是破釜沉舟嘛 经常给他跪下 记得在他们离婚那天 妈妈把我抱到了法庭上 是一个大房间 我的父亲呢 坐在我的左后手这个位置 当那个法官叔叔 坐在这个位置的那个叔叔说 小朋友 你愿意跟你的爸爸 还愿意跟你的妈妈 当你说那么小的孩子 不应该为这样的问题 可是这个案子非常特殊嘛 就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当我别看小 孩子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懂 我就偷偷地回眼 看了一眼 爸爸 爸爸 一下子 就把身体立了起来 那个眼睛里充满了 那个期待 我读得懂 别看我小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他就是想说 孩子快说要跟爸爸 可是我装得没看懂 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紧紧地抱了我一下 我知道妈妈怕失去我 我又抬眼看了一眼妈妈 妈妈也是同样跟爸爸一样的眼神 我真的挺为难的 我真的挺为难的 后来那个法官叔叔又问了一句 说小朋友你跟谁 我呢 小小的声音说了一句 跟妈妈 我又偷偷地回眼看了一眼爸爸 就看爸爸像那个泻了气的皮球一样 那种失落的眼神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 他们离婚以后 妈妈这个人特别刚强带着我 不要父亲的抚养费 什么都不要 那一下子生活特别的拮据 那生活越来越拮据呢 导致了我对父亲的怨恨心越来越强 记得经常是后半个月就没什么钱了 可妈妈特别刚强 她也不愿意去打那个困难补助 也不愿意管同事去借钱 她经常 她还是把所有的钱都给我吃了 因为我那个能吃吗 胃口大又爱吃肉 妈妈从来都不吃肉 我记得小的时候问过她 她都把肉夹到我碗里给我吃 她说她不爱吃 有一次妈妈 钱不多了 我知道我很懂事的 因为这样的家庭的孩子 一般都还是挺会察言观色的 她的钱很少 十几块钱吧 学校那时候买校服 让我也不贵 几十块钱吧 二十几块钱 三十几块钱好像 我知道她没钱了 我就天天骗老师撒谎 后来终于瞒不住了 老师就给我妈妈打电话 说这孩子撒谎可了不得 我妈妈知道我为什么傻撒谎 但是回来还是批评我了 当我就哭了 妈妈知道我还挺懂事 后来我们娘俩呢 就抱头痛哭 当天 那一次我就暗暗地下决心 我现在还小 等我长大以后 我肯定 我要替我妈报仇 就报仇的这个种子 又放在那儿了 又种了一颗种子在那儿 后来慢慢 这个还是挺顺的 虽然家庭很穷 真的是很拮据 一分钱都没有 我上大学 一分存折都没有 就是还是借钱吧 那时候上大学 是借了一些钱上去了 那我上大学以后 就没有再要妈妈一分钱 因为我 我懂事嘛 我勤工俭学 而且我形象各方面很好 经常有这些戏和广告来找我 我一下子就 自负到不行 因为我以前是个非常自卑的孩子 说话跟蚊子一样 特别特别小的声音 老师每次提问我都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当我上了戏剧学院以后 因为我是特招生 特招就是文化课不好 都没有怎么考 但是专业课非常好 就给招到戏剧学院 慢慢我的那个傲慢心就起来了 然后经常我有这些广告戏拍呀 那个钱来的还挺多的 我就觉得我非常了不起了 一下子从自卑就变成自负了 那这个 就我就刚刚说的这个预言 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到了 我一下想起了 我现在我觉得 我妈妈一直望女成凤 我快变成凤凤了 我快 我是明星了 我觉得我报复的机会来了 终于有一次 爸爸妈妈 就是爸爸打电话给我 因为爷爷奶奶特别想我 但是在这十几年当中 他们也打过电话 托人呢 找我我都拒绝了 因为拒绝也是伤害他们的一种嘛 我知道怎么让他们难过 但那次没有拒绝 我去了 去了是想报复去了 当我到北京以后 好多天我都找不到查 因为他们对我太好了 当爸爸呢 见到我第一眼的时候 他就流下了眼泪 我呢看到对面站着一个 跟我长得那么相像的人 我也想哭 可是我愣把眼泪憋回去了 我告诉自己 你别忘了你来是干什么的 那五轮关系当中说过 父子有亲 那个亲呢 是亲爱的 无条件的 我相信 真的像陈老师说的那种 如果对面有一辆车过来 我的爸爸绝对会把我推到一边 拿着他自己撞死 可是现在 我对父亲的那个亲爱的 确实是有条件了 因为我觉得他对不起我 我要报复他 好多天我都找不到查 后来终于有一天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我终于找到了 我那一天故意回家很晚 八九点钟 那个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吧 爸爸非常担心 我说 莎莎你回来太晚了 那个爷爷奶奶非常担心 你看我们都没有吃晚饭 如果你以后 再回来晚 跟我们大人说一声 就是 让我们放心 那我那就 一下子 嗷了一嗓嗓子就喊出来了 我说你有什么权利管我 我长这么大 没有花过你一分钱 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话 都是我背台词都背好的 在家里面 在已经很多年 运量好的词 真的是 所以说出来出口全是伤人的话 全是带刺的话 我相信 句句字字 在扎着我爸的心 那我爸非常的难过 他说 你莎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说我就这么说话 怎么了 我又没有花你一分钱长大 我爱怎么说怎么说 甚至 我看他不生气 我还用这个 恶口吧 就是 骂人的话来激他 他终于忍无可忍 因为我知道他脾气不好 他本身脾气就比较暴躁 他终于发火了 我就继续激他 我说你有能力打我呀 他真的被我气得都不行了 我骂脏话了吗 已经 他就把手举起来 要打我 我一看他要犹豫 要打不打 我就怕他不打我 我说你打呀 你是个男人就打 我使劲激他 使劲骂他 他终于那个拳头落下去了 当他拳头还没有抬起来的 那一刹那 我的右脚就踹过成 特别重 因为我已经酝酿在 亲里门 那个一二十年的那个恨 就一脚踹到他 心口窝那边 就听到他啊的一声 往后推了一步 然后我就紧接着 造成一种声势 恶人先告状 躺在地下大喊大叫 把爷爷奶奶叔叔都叫过来了 说他打我呀 说我以前打我妈妈 现在还打我 我就偷偷的 我虽然在那边一边表演 但是我还在看着爸爸偷偷 我看着他特别特别难过的 那个表情 哎呀我这个高兴的心里 我在西纪学院那个时候 还没有拍过戏 可是我把这第一次演技 就用在我父亲身上了 特别特别惭愧 现在想起那件事 那我就在地下 真的大喊大笑 连打滚在那个歇斯底里 然后就说不行了 要死了 我赶紧拿着行李就往车站走 我知道我再一次的怎么伤害他 因为大半夜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闹到 你一个小女孩拿着行李 往火车站走 肯定父母是最担心的 我都懂 我就特意刺激他 我看他特别难过 他就求我你别走 我就特别高兴 我一定要走 后来我叔叔 两个叔叔就抱着我 把他帮我抱到我二叔家里面去 其实我都是表演嘛 没事的 我到他们家里 我也坐累了 二叔给我做饭 我还吃了好多 一点事人没有了一样 还看电视 第二天给我妈去报工 我都想好台词了 他跟我妈怎么说 我终于给你报仇了 我以为我妈妈会特别高兴的 可是没想到 因为我妈妈不知道我是在表演 我妈妈就特别难过 特别担心 说吓死了 赶紧回来 你赶紧回来 因为他怕我父亲伤害我 可是我父亲怎么会伤害我呢 不会的呀 我妈妈吓死了 我妈妈更恨我爸爸了 说怎么办呢 现在想起真的太对不起他们二老了 然后三天过去以后 我二叔就说 说沙士你赶紧回去看看你爸爸吧 他三天都没吃饭了 说他本身有胃病 然后他都被你气得都凸显了 但是当时我听到这句话以后 我毫无感觉 我都太高兴了 我说我恶人终于有恶报了 我还说出来了 那就这样 我就把我父亲伤到了极致 然后 就十几年就不跟他来往 就特别的让他就是沮丧到极致吧 后来我的父亲 又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 他又有 就是有的 我又有的一个小妹妹 那个妹妹 在四岁的时候 他们又离婚了 他的这 几十年生活特别不如意 他变得特别宿命 而且生活特别的 潦倒 那 就是说 就真的人呢 在这个 正法 没有的时候 正是什么 正气没有的时候 邪气特别容易侵入 这个正法 就是我们这个 古圣先贤的教诲 不懂的这些东西是正的 所以当时呢 他那十几年呢 他 两个女儿都没有了 也都不认他 都怨恨他 家庭支离破碎 生活那么的不如意 他 他后来就跟我再分享他那一段 他说他就像那个 心灵就像漂流在大海上的一块木板 没有一个 避风的港啊 没有一个着落 他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 后来他就遇到了法轮功 他就学法轮功了 还学得特别痴迷 因为他觉得他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 然后还发动很多人学习 最后呢 又被抓起来 因为没有这个违反了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 出来以后呢 更加执着 没有改 继续在学 在弄 那 我的这个 怎么改过的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 也遇到了弟子规 遇到了这个圣贤教诲 那我在看这个幸福人生讲座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都睡着了 因为我这些年的心特别特别浮躁 生活在这个名利场 竟想着怎么赚钱 我看着周围的一切人都不如我 怎么赚钱还比我多呢 他越来越好几万好几万美级 我不比他差呀 天天就琢磨这些事 然后呢 拍戏也痛苦 不拍戏也痛苦 天天生活在这种焦躁不安的状态当中 得了那个焦躁症呢就 忧郁也 特别的严重 到最后忧郁症导致我都 天天想死 每天都想着是这么死还是那么死 我还是吃药吧 每天脑子里就想着这些事 真的 我如果不遇到圣贤的教诲 不遇到传统文化 我现在真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 还好我有一份孝心 就这么一念善心 因为我怕 如果我真的跳楼子下吃药死了 我妈妈肯定 连想都不用想 马上就去死 跟我一起去死 我就这么一念孝心 我就没死成 真的 这个人还是有个善愿 有这么一个孝的根吧 就让我遇到这个圣贤教诲 可是我看的那个弟子归 我还睡着了 那个心浮气躁嘛 我想大家学习这过程中 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也跟那些学习的 弟子归的人也分享过 他们也有睡着的 要说哪赚钱了 那能看得下去 这个看不下去睡着了 但是呢 我看了一个人家送给我的那个二十四孝 卡通片 我觉得那挺好玩的 给小朋友看的 德育卡通教育故事 我就是那么随意的看看 第一个就是顺王的故事 大顺的故事 我又看了敏子谦 又看了这个余前楼 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笑 余前楼是一个大官 得知父亲生病了 他辞去官位 回家照顾父亲 那个医生跟他说 如果父亲的粪便 是甜的 证明他不久于人世了 如果那个粪便是苦涩的 证明他身体还安康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官职的人 都有家里有用人的 每次他替父亲 伺红父亲姐大小手 用人们家人也特别奇怪 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他在尝父亲的粪便 每次他尝父亲粪便 是苦涩的时候 他都特别的开心 那终于有一天 他尝到父亲的粪便是甜的 他就嚎啕大哭 他知道他父亲 快要离开他了 我当看见这故事的时候 我特别惭愧 我说别说我尝父母的粪便了 我不会给他们骂死 不给他们弄死 我都不错了 我就想到我的妈妈 含辛如苦把我养大 那么不容易 我天天顶撞他 天天忤逆他 因为我怨恨他 他忘女成凤 他天天在我面前 唠哩唠叨的 特别烦人 我现在也是 就是我说我要回去 他每天早上就五点多钟 起来去菜场 给我买菜 买新鲜的菜 我爱吃的 我一中午回去 他就给我坐了满桌子 好多菜 都是我爱吃的 他以前梦我 莎莎你想吃这个 想还是那个 还有我说你烦不烦的 天天就说这点事 你不累我都累了 他也是经常看着我吃饭 我烦死了 我就顶撞他 也骂过他 落石的弟子归 做了中国人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 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金亚佳老师说过 一个明星 把那个 母亲给他 有一天他生气 把母亲给他那西瓜 拨在地下 后来老母亲 就不久 就是过世了 得了暴病 他也 他不敢提起这件事情 他觉得太对不起母亲了 我就听了这个故事以后 我就大哭 我觉得那个算什么呀 跟我比起来 我天天在骂我父母亲 天天在忤逆他 他说一句话 我有一百句话在那等着他呢 因为我现在有点钱了 我就甩给我妈妈点钱 我觉得那就是笑 我哪知道 养父母之身 之心 之智 还有慧 做到这四点才是笑 我连身都没养 就给一点钱 天天气他 我是在杀他 杀父母 人家说你说的过 言过了 其实没有 我天天脑害父母 让爸父妈妈的身体 那个水结晶 都是处于不正常的状况 我妈有高血压 我说这就是我气出来的 如果我妈妈能活到一百岁 七八十岁就走了 那几十年的命 就是我给他杀了 我真的在做杀父杀母的事情 后来最让我回头的一件事是 我听到了大顺的故事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顺王 他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 母亲 父亲又娶了一个后母 父母呢都对他虐待至极 经常置于他死地 往死里打他 那加害于他的时候 往死里打他的时候 他就跑 他的跑不是为了逃命 而是怕父母 感动了全家 感动了乡党邻里 这件事情就传到了 姚王的耳朵里 真的我们的古人 那些圣贤之人 非常的有智慧 他们都知道孝和莲 孝莲是在一起的 中门出孝子 把这个顺王招到了宫里 观察他三年 看他是真是假 哎呦 看他真的是有这么厚重的德行 决定把王位善让给他 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他 哎呦 我听了这个顺王的故事以后 我一下就明白了 原来人的财富和名望 不是争来的 不是抢来的 不是攀缘四处 攀缘攀来的 而是德行赶招来的 厚德载目 顺王有那么厚重的德行 他宰得住他国王的 这个福气福报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越怪不得人家说 德高望重 弟子归也有这么一句话 行高者 名字高 人所重 非貌高 有德行的人 他的名声自然就高了 人们所重视的 不是他这个外表 可我恰恰相反 我天天注意这个外表 把那个镜子都快照穿了 我现在有这个习气 以前这买美容卡 这一买就好几万 买个化妆品几万 那是小菜 静搞这些事了 哪知道书中自有言如欲 我的心变得美了以后 你看我现在也多少年 都 也这一年多吧 也根本都不去什么美容院 也不去这个 连发廊都少得去了 因为我不剪头了 把头发留起来了 那慢慢慢慢的皮肤越来越好了 也吃素了嘛 连斑都没有了 脸上 我说这还用去怎么美白霜 还有什么去去斑的 天天去香港去买这些东西去 人家都说经常是 您这打着飞机去买的 您的那个刷 真的很浪费 哎呀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这特惭愧 然后那个蔡老师还在说 这个顺王的后代有父姓 父姓的祖先是顺 我想想怎么顺王 有我这样的不孝子孙呢 这给老祖宗这么丢脸 我当天我就给我妈妈跪下了 我说妈妈我错了 我懂 我这么忤逆不孝 我就一直给我妈妈拼命的磕头 我觉得什么三跪九叩首 那都赎不了我的罪 我真的像鸡刀米一样 给我妈妈磕呀磕磕 妈妈怎么劝我 我都不起来 后来妈妈真的也跪下了 就把我掺起来 我死不起来 那我们娘俩又抱头痛哭 妈妈说 你别再跪了 妈妈也错了 妈妈也不懂得怎么教育你 从今以后 妈妈跟你一起学这个传统文化 咱们一起学弟子规 那真的 从那以后 我们娘俩就是 就开始学习传统文化 学习弟子规 其实 真的我们谁都不愿了 那古人也这样说过一句话 就是 先人不学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书无怪也 什么意思呢 先人就是我们的祖先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呀 他们也没有学过 道是什么 也不知道 那无有余者 咱们不能说他们 也不能怪他们 他也不知道 怎么教育孩子们 那我们怎么能怪他们呢 我们年轻人 我们接受能力快 记忆力好 我们先学习 我们帮助爸爸妈妈 一起改过 我们也帮助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帮助周围所有的人 我在这也呼吁 全天下做儿女的人 把你们那 冰冷的心呢 都融化了吧 不要再怨恨自己的父母了 那么 妈妈现在 这个学得很好 她每天早上 洗漱完毕以后 第一件事情 就是读弟子归 其实她都六十多岁了 那现在呢 就落实得很好 在我这来分享来之前 我妈妈还跟我说 我就看着那个楼道里 每个电梯里 都贴着一张纸 是我妈妈贴上去的 因为经常电梯里 楼道里有人在土坛呢 扔一些垃圾啊 什么纸穴 我妈妈就在 在剪 剪完了以后 人家还扔还吐 那记得有一次 一个年轻人 在她面前土坛 我妈妈就赶紧拿纸 就擦起来 擦给她擦 擦完以后 又恭恭敬敬地 放在垃圾箱里 那个年轻人 非常不好意思 呀就说 阿姨 那个就 她也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后来就说 哦谢谢谢谢 我相信 这个身教 剩于言教 那个年轻人 我相信这一辈子 再不会在公共场所 土坛了 她会记住 这个阿姨的言行 那真的是 传统文化的力量 改变妈妈 然后她呢 在每个电梯里 都贴上 亲爱的邻居们 我们共同维护 我们的家园 不要随地土坛 这个 也不要随便扔纸屑 什么什么 写得非常的温馨 她有感 她说感恩所有的 这个邻居 能够跟你们成为邻居 很荣幸什么 几零几的 谁谁谁 就是还祝愿他们的话 看得特别温馨 我当看到这个 电梯里妈妈写的 那张纸的时候 我就说真的是 老祖宗的智慧 真的了不得 那现在她 经常送光盘 给这个邻居和这个 街道的那些阿姨叔叔 送光盘已经送到 人家集体到我们家来 请教她 她 让她说 就是管她也叫老师 说你能不能 我妈妈因为现在 也会说一些了吗 因为经常看光盘 她那个光盘都反复地看 就是看一看能看几十遍 一定要这么看 她说 因为我们的习气很重 古人说三天不跟圣贤人接触 那就回去了 就像那猴皮筋似的 一下子就松回去了 在这个会场里 大家又哭又笑的 看得特别 圣贤文化好就是好好 回去以后 周围生活人全是那样 你看她又松回去了 妈妈说我要 现在这个圣贤人少 我就多跟光盘 这些大德老师们接触 时时提起我这颗警戒的心 她就经常听 经常听 听了以后 她就也有智慧了 也会跟人家去说 人家现在组织班了已经 说准备请她去讲课 妈妈说她现在 在积极地备课 等备好课 等有资格做老师的时候 她再去给人家讲课 因为她说 我是传统文化的老师 不能给女儿丢脸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母亲 我现在特别地欣慰 因为我在 我不但养妈妈的身 心智慧 我一起养 那妈妈这边呢 我做得非常好了已经 我们现在娘俩特别地圆融 就是说话声音都是很亲切温柔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她变了我也变 我们一起改 一起变 然后我父亲这边 我想我一定要 去跟爸爸见面 一定要去认父亲 就在去年九月底的时候 在沈阳传统文化开幕的前一天 我就去北京去请父亲 当我见到爸爸的第一眼 我又想哭 因为跟十多年前见到他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 我们爷俩长得特别小 我特别像父亲 百分之八九十都随爸爸的样子 可是现在我长得已经不像他了 他老得特别快 我看着他这边角全是白 但是他染了头发 他知道女儿要来看他 我看着其他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 我就知道 他怕看到他的满头白发 他就把头发染得很黑 可是这边没有染到 然后我就进到他那个小房间里 爷爷去世以后 留下了六间房子 给他的六个孩子 别的人那个房间里 都是现代化家具 摆那么干净那么整洁 我进到他的那个小房间里以后 我看到那个景象吓我了一跳 满世界全是破塑料袋 然后 那个塑料袋上还是那么多灰尘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破塑料袋 屋里没有一个下角的地方 他还知道我去了 他还打扫了房间还那样 我坐到他椅子桌子上都是灰 他给我拿了一杯水 让我喝茶 一个茶杯也是特别脏 我心里特难过 特别想放声大哭 可我 我忍住了 因为我怕伤父亲心 因为爸爸那个时候特别兴奋 特别甘心 他的女儿终于来认他了 终于来看到 他在跟我讲 他为了让我放心 他就是说他现在还挺好的过得 我就问他现在生活状况靠什么来维持 因为我知道 他进了监狱以后 后来那个开除公职 也没有什么四金老宝什么都没有 他说我现在挺好的 真的 你不用操心 我现在这个街道每个月给我一百五 社会福利 什么一个慈善组织给他三百多少 还有一个什么机构又给他两百 他说他每个月这么多钱完全够他吃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有结余呢 当我听到以后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流眼泪了 我在想 我生活得这么好 我爸爸有两个女儿 一个女儿是演员 是算有钱的人 他还有一个女儿呢 现在在美国是医学博士 也是有钱人 是美国最高薪的一个阶层 一直在怨恨他们的父亲 十多年都不跟他的父亲相认 我也那个时候替我妹妹痛 我特别难过 那在这里呢 我也替父亲呢 呼吁一下妹妹 因为他知道我有这个姐姐 然后我爸爸说他走的时候 还拿了我一张照片走 因为我知道我们每次汇报 以后会有光叠出来 也会流传在网上 我希望有一天吧 我这个真诚心善心能感召他能看到 妹妹 我是你的沙沙姐姐 姐姐请求你 赶紧回来 回来看看我们的爸爸 爸爸已经66岁了 他再不能等了 他每天都在想你 有一次我给爸爸打电话 因为他这个 我认了他以后 他就想他的那个女儿 他由于想那个女儿 想的时间太长 我一打电话 我说喂爸爸 他分不清是他哪个女儿 隔了好几秒 他都不答应我 我明白 我知道 他误会了 他不知道是谁 我就赶紧跟爸爸说 我说爸爸是我 我是沙沙 爸爸那个感觉特别特别失落 说哦 哦好的 整个一个电话都处在非常失落的状态 我心里明白 他是想你 他特别特别想你 你快回来吧 姐姐求求你了 我们再不要怨恨爸爸了 爸爸没有错 爸爸给了我们 这么好的身体 让我们现在这么幸福 你是高智商儿 你三岁的时候就进了少年科技大少年班 你有这么高的智慧 那是父亲给你的 我有这么好的身体 都是我们父亲给的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 我们有什么理由怨恨他 我们感恩他还来不及 她是想你 她特别特别想你 你快回来吧 姐姐求求你了 我们再不要怨恨爸爸了 妹妹 我是你的沙沙姐姐 姐姐请求你 赶紧回来 我第二天就把爸爸带到了 沈阳传统文化论坛的 也是这样这样的一个论坛 两天的课程 他在底下默默地听 本身第三天的时候 他要跟我去腐顺 因为那个时候是连伴了 但他呢 第二天晚上 自己就默默地回家了 第三天我在腐顺论坛的时候 他给我打来的电话 他跟我说 我说莎莎 爸爸有了一个决定 我说爸爸您说 他说 我决定以后再也不练法轮功了 我要跟你一起学习 老祖宗这个圣贤的教诲 传统文化 我特别的高兴 他说爸爸现在已经把那些东西 风香入库了 把你给我的那些 传统文化的碟片和书籍 已经摆上 书架 然后他就说 他墙上已经贴上了 古圣先贤的画像 我特别的开心 那天晚上我高兴到没睡着 我就在想 为什么一场论坛 就是父亲 练了那么久的 法轮功就不练了 其实我在想 确实是这个 这个传统文化的力量 但是呢 也有这个儿女的 智诚感通之心 这个孝心非常重要 我们儿女的心是父母 这个连着呢 这个心呢 你看 经常有一些朋友 在跟我探讨这个问题 要怨父母 说你爸爸挺好 你妈妈挺好 其实你的那个诚没有志 志诚感通 为什么感通不了呢 你那个诚心没达到志 因为在沈阳传统文化论坛的时候 我当场 当着几千名观众的面 我就给我父亲跪下了 给他磕头 行了三跪九叩手 大礼 其实我觉得 就是这个志诚的心 感通了我的父亲 他才有这么大的决定 他绝而的女儿 走的路绝对不会错的 那还有 了凡私讯上 也说过一句话 叫 节是己之德为修 感为至也 我们为什么没有感动 我们的家人 亲亲朋友和同事 是我们的德行 还没有修好 品德不行 没有感通他们 感为至也 你看 节是己之德为修 感为至也 所以还是那句话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不要怨天 怨地 怨这个 怨那个 就怨自己 我把握了这个原则以后 我觉得有了一个法宝 他学习传统文化 也需要一个钥匙 要不然 他经常走入误区 经常走入学习 传统文化的误区 以前是左 现在终于有了 这么一个法宝 哎呦真好 马上又变到又来了 因为我们学习了 这个以后 就觉得自己 特别有理由 我妈最应该学 我爸最应该学 我儿子最应该学 我女儿最应该来听了 就自己不应该学 拿着这把尺 来衡量别人 错了 弟子归 传统文化 是学给自己的 您说了 儿女不用管 全凭德行感 一定要感化 感通 所以我呢 这个心特别特别的真诚 感化了我的父母 我和我的父亲呢 又用这颗真诚的心呢 感动了我的家族 我父亲整个一个家族 都练法轮功 那个时候 就用这颗心 全部把他们感通了 他看到有 我的二叔 经常给我发信息 这次来还说呢 全家人感恩我 都要给我跪下了 我说可不要 折我福折我寿 他们都是长辈 一个人学习了 传统文化 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以前我的那些表弟表妹们 也不孝父母 鼓逃父母 鼎逃父母 顶撞父母 学法轮功 也不知道怎么帮助父母 没有智慧 也经常 经常不理 一两个月都不理我叔叔们 现在呢 当着全家族的面 给我叔叔跪下 请求叔叔的原谅 说他自己不孝 就在春节的时候 当着我们全家人的面 我非常的感动 家里现在这个家风 特别的好 一下子这个正气就起来了 以前真的 他们自己的话说 邪气太多了 一下子这个正气起来以后 就是 全家族都是这么的欢喜 这个春节 他们说这个春节 过得是最好的 最快乐的 以前关系也不是很好 但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好了 有智慧了 因为我是一名影视演员 我觉得这个责任重大 刚刚 宋老师分享的时候 说这个社会三种职业 不能偏差 我觉得 再加上一个影视工作者 对人心的危害太大了 影响 应该说对人心的影响太大了 这个老师也就这一班的学生 这一个学校的学生 我们这个电视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 而且不止一个两个 天天不是老师在教育孩子 也不是家长在教育孩子 家长老师说 赤若网的没用 他天天盯着电视 那里面的人都在意教育他 那动画片在教育他 那些偶像在教育他 爸爸妈妈说的话不听 偶像说的话绝对听 照办 这我有亲身经历 我当了学习圣贤文化的这个教导以后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听了小牛老师和胡斌老师的汇报 胡斌老师说他拿七张人民币卷成扇形 在点烟筹 学习古惑仔 全是在影视剧里学的 学习打杀 这个泡八 这个全是在看偶像剧 同居 这不都是跟影视剧学的吗 我都拍过呀 太可怕了 我真的拍过这些戏 打打杀杀呀 还拍过这些什么同居的 这些新时代同居 什么引领大家新时尚 没有学习文化 去圣贤文化教育之前 真的这个善恶是非美丑 没有 不知道 以恶为善 以非为是 美丑不分 现在知道了 怎么得了 赶紧吧 改过吧 影迷成立的这些QQ群 还有什么贴吧呀 我就说赶紧发动 我所有喜欢我的人 我说虽然不是像这些 易先生搭伴喜欢这么多 但是我能影响几百几千 就影响多少 就发布 发布真有很多的孩子响应 我因为我免费提供 他们学习的资料 书也好 这个碟片也好 都是只要你想学的话 我说姐姐提供给你们 很多人 这个因为他们已经发出去 几百套了嘛 那都有很多的反馈信息来 有一个孩子的信息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说姐姐 其实我的父母以前 也让我背过弟子归学过 可是我没有学 可是姐姐让我学了 我就学了 而且我现在背下来了 因为我让他们背嘛 我就真的觉得我 责任重大呀 那 其实他们学了圣贤文化以后 他们就有智慧了 他们知道笑是人道第一步 他对这个明星啊 他也会很理智怎么处理这个明星和这个自己之间的关系 他们有会有智慧的 那个我很我很感动这些事情 我现在还一直在做这些事 我呢也在身体力行的帮助我的同行们 很多朋友的同行现在都在学习传统文化 帮助了很多已经 那我现在进一步在帮助这些 所谓一线上的大腕们 那比如说去年在 十一月底 去年十一月底有一个慈善晚会 我就觉得机会来了 以前 每逢这个时候 我觉得是什么 宣传的机会来了 这次不是有了智慧以后 叫机会教育 你看老师经常也说机会教育 机会来了 我就忙着送每位来的这个港台大腕嘉宾们 国内的一些嘉宾们 比如说刘嘉玲 梁朝伟夫妇啊 王菲夫妇啊 什么这个 这些很多港台大腕啊 一人送一套传统文化的光碟书籍 恭恭敬敬的给他们 当我送给刘嘉玲女士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非常震撼 他说傅冲 你送给我的这个光碟 我看过 而且我现在 也在做着你同样的事情 我也在发给别人 哎呀 我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其实 我明白了一下 就是说 很多这些明星们 他们做着很多阳善 什么叫阳善 就是这个慈善晚会呀 这照一张照片 他捐二十万 他捐五十万 但是还有一些 咱们学习传统文化 明白了阴德 基因德 他不让人知道这些好事 他还在做 那我也要 现在呢 也呼吁我们广大的 就是观众朋友 也不要怨我们这些明星们 也不要怨这个 我们这影视界的同行们 我们也没有学习圣贤文化 我们也不懂得 该怎样 经营我们的事业 也不知道什么样 是上恶美丑的 这些影视剧 所以肯定会走过一些弯路 我相信如果那些影星们 和这个影视工作者们 他知道了这些 怎么拍 该拍什么 不该拍什么 他一定不会拍的 所以这需要有个过程 跟我们的所有的家人们 一样 跟我们自己也一样 都需要一个过程 允许给我们改过的一个过程 就像刘老师 刘嘉玲女士一样 这个星星之火 肯定慢慢会流远 我们影视剧的春天 早晚会来到 我们这个风气 现在其实已经看到了 逐渐的在好转 因为广电总局也好 都下达了这些 让我们多拍 这个伦理道德的戏 还给奖金 你要多拍这些 孝道的戏 伦理道德的戏 真善美的 主旋力的戏 都给这个五十万 还是八十万的奖金 就这样的鼓励我们 中央也特别的支持 你看现在网上这些 打飞 小黄打飞 对这个一切有害于 青少年的那些 黄色网站 都关闭了几千家 几千家的关 我每次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我都特别的高兴 就是这些事情 是该到我们全民 一起动起来的时候了 这个 大家呢 也都把这个怨恨心放下 其实我也犯过 这样的错误 你看这帮演员 你看这怎么怎么样 你看他们就是 他们害的什么的 也不要这样 真的 就像我没学习之前 可能大家也在骂我 但我现在学习之后 我就明白了 所以咱们大家一起改过 好不好 谢谢 父亲整个精神面貌 好像年轻了十几岁 爸爸说你看 我的老年班都淡了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他的这个水细胞 浑身那个结晶都非常美丽了 我觉得我在做着这个大笑的事情 而且我也对我父母也在 这个尽量做着至笑的事情 因为我养他们的慧 这是我的这个人生的目标 还有就是对待这个公公婆婆 这今年去年的也是十一月底 是我公公婆婆八十岁大手 我觉得这个机会又来了 我真的稍微 现在有一点点智慧以后 我说哎呦 这机会教育又来了 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 整个他们家族也不懂 我在我主持那个会议 然后我还给他们唱笑题 这个这些歌曲 像靳雅佳老师那些歌我都会唱 我也在在常一给他们唱那个 婆婆也是妈呀什么的 所有来五六十个来宾 那些爷爷奶奶呀 那些年龄很大 都八十多岁了 有的都九十岁 他们都哭了流眼泪 我就给他们讲 陈大慧老师的那一张纸 上面的所有的这些名词 什么叫德不配位呀 厚德载物啊 伦长乖揣啊 利坚消亡啊 怎么样带自己的儿孙 因为他们现在都带第三代 第四代了嘛 怎么样教育自己的儿孙 玄孙 这个他们都没有听过 都真的张着嘴在看着我讲 或者本身他们都是来看 真人来的 因为我是明星嘛 看看真人 现在原来我讲这些东西 我给他们这些老人家 走的时候 一人发了一套光碟和书籍 如获至宝 都不够发了 准备五十多套都没够发 然后我 当天呢我就跟我婆婆说 我说我要给您洗脚 婆婆是坚决不同意 她这双脚 七八个儿女都没有碰过 但是我就跟她说 我说您有孙子 现在都有玄孙了 要给他们 我说不是为了您 我说为给他们做一个好样子 让他们提起这颗孝心 好吗 我就求她 我说您再不同意 我就跪着求您 她没办法就答应了 答应以后 我就给她洗脚 洗的时候 因为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嘛 那个 那个青筋爆流 整个那个脚面 特别的干枯 然后当我给她搓脚底的时候 她那个脚 脚底板真的像错一样 我就在 我一下子就特别难过 我就想 她有八个孩子 其实每个孩子都很孝敬她 可是谁摸过母亲这双脚 已经被儿女奔走了一辈子 现在已经步履蹒跚了 没有 几个儿女所有的他们都站在边上看着我 我就慢慢慢慢地给她洗脚 洗着洗着他们就慢慢地向我靠拢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在那笑 一直在笑 觉得挺逗的我 后来洗着洗着 他们都蹲下了 然后五个女儿有的 因为太多人嘛 就有的摸妈妈的小腿 在给妈妈揉小腿 我就 有的人在给妈妈揉这个膝盖 有的在给她按摩 我就在说 我说 妈妈 年纪这么大了 那个皮都松得都不行了 我说你们谁 你们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最小的四十来岁 他们都哭了 后来他们 我觉得 他们也是 忏悔的眼泪 其实 都是很孝敬的人 没有那么的细致 没有那么细微 自从我变了以后 全家族都变了 那我就有一点 这么小小的体悟嘛 所以说我们一个人好了以后 咱们就像一个电灯泡一样 就可以使你周围所有的人 发光发亮 整个一片地区都能发光发亮 这个作用力量是非常大的 要相信自己 相信两个字非常难 王双丽总裁也经常说 脑改犯 你看他现在又抽烟了 有的时候又喝酒去了 不怕 改了犯 犯了改 但是现在我们觉悟了 我们知道以前的言行错误了 就怕不觉悟 以前不知道 做了错了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现在觉悟了 虽然还在犯 因为我就是这么做过来的 一会儿大家就吃饭了 我怕 刚刚大家有很多 为我的这个童年流下眼泪的观众 觉得挺对不起你们 你们的胃都扭曲了现在 所以我想把它打开 我想让大家高兴高兴 唱一首温馨一点的歌曲 给在座的这个父老乡亲 因为我是沈阳人 我们都是黑土地上的人 奉献给你们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 叫爱的真谛 非常好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首歌曲学会 要提起这颗爱心来 这个歌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仁爱 凡事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那我也希望大家会唱的 跟我一起唱 然后大家也一起跟我学学 这首歌曲好不好 好慢一点唱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不自夸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义 不计算人家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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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不义 不计算人家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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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为大家报道了追星女孩杨丽娟的父亲 因为刘德华没有满足女儿的要求 在香港跳海自杀的消息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 我现在呢是在香港的舒适巴厘到海 当杨丽娟的妈妈和她一夜醒来的时候呢 发现了爸爸不见踪影 于是他们就报了警 警方大力搜救 然后就是在这附近的海面上 把爸爸的尸体捞了起来 今年29岁的杨丽娟苦追偶像刘德华13年 上星期杨丽娟跟父母来到香港 参加歌迷聚会和偶像见面 但是在3月26号凌晨 杨丽娟的父亲因不满刘德华 没有和女儿最少单独见面10分钟 于是跑到尖沙水码头跳海自杀身亡 面对父亲的突然离去 杨丽娟十分伤心 但是在伤心之余 杨丽娟依然不改初衷 希望和刘德华单独见面 我希望你们尽力 爸爸已经死 他就安排就去完成爸爸的遗愿 对此香港艺人刘德华所在的公司声称 已经对杨丽娟的母女做出适当的协助和慰问 但是无法答应杨丽娟所提出的过分要求 他这种行为我觉得不应该 大家不应该觉得他需要帮助 我觉得有一种遗憾 可能这种就是我们所谓说的社会责任 因为昨天是杨丽娟母女流港证件有效期的最后一天 昨晚七点多杨丽娟母女启程返回内地 准备返回家乡甘肃 其实啊在我们栏目去年6月6号的编辑说事当中的 就曾经对杨丽娟的追星梦进行过非常详细的报道 那下面呢我们就不妨来回顾一下 她13年的追星梦 我这辈子我说我就喜欢她一个人 我说任何人我说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1994年的一天 16岁的杨丽娟突然梦到刘德华 从此不能自拔 我就是梦见了她的一张画 就是一张画画的左右两边 就是分别写着你特别走近我 你与我真情相遇 从那时开始杨丽娟不上学 不工作 不交朋友 1996年杨丽娟要求真实的走进刘德华 我们我就赶快借了钱以后我特意到北京为她买账 我的票就是十一排七十八座的 1680块钱 这是假票 就是最好的票 1997年9月杨丽娟一家人赴香港去见刘德华 结果失望而归 去香港该要花不少钱吧 去年8月8月底的时候把房子卖了 1997年到2006年杨丽娟一家人两次赴港六次进京 2006年3月为了筹第三次赴港的费用 杨丽娟的父亲生出了卖肾的念头 甚至跑到兰州某家医院去咨询 才知道国家是不允许器官买卖的 卖肾是违法的 所以未能如愿 这样可以得到一笔钱 就是用卖州娃去香港 去找她 爸爸妈妈跟你的偶像刘德华比起来 你觉得谁更重要一些 对我来说刘德华重要 2006年3月27号 刘德华对此事做出回应 其实我很不开心 如果一个女孩子他喜欢我 然后爸爸做那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 他也没有兼顾到 我觉得有一种遗憾 对于我来说还是刘德华最重要 那么这也是杨丽娟的心声了 虽然偶像刘德华已经对他提出了规劝 但是杨丽娟依然还沉浸在自己的追星梦当中 就在去年的10月份 杨丽娟一家人还专门来到北京寻求媒体的帮助 那其中一家媒体就对他进行了采访 面对镜头 杨丽娟的父亲说出了这样的话 杨丽娟的父亲说出了这样的话 因为做了关于您的梦 一直等到了今天 等待的就想和您面对面见面 能够表述他关于做的梦 这个我们全家支持孩子的美好愿望 一直也到了今天 这十多年来啊 我们天天都说关于您的话题 就是憧憬着和您见见的那一天 这情况 我们得知您的就是工作虽然忙 但是您天天忙 年年忙 我们孩子的情况很特殊 请您就是能尽快安排个时间 给我孩子单独见一面 这是我们当老人的一个心愿 2007年3月25号 第三次赴港的杨丽娟终于可以与偶像近距离接触 还被安排上台和刘德华谈话以及拍照 2007年3月26号凌晨 因为不满刘德华没有安排和杨丽娟单独聊天的时间 杨丽娟的父亲跳海自杀 我感受到明星的魅力 今天在往返的途中 康总跟我说 2006年山东电视台评选全国十大孝子的时候 刘德华当选 那么山东电视台这个网站上 当时就收到了两百万条的信息 那么我们看到傅老师 他正己化人 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感动了他的影迷 去感动了他身边的人 这种明星的号召力 这种偶像的号召力 确确实实使我 真的从内心里头 接受刚才傅重老师给我的提议 第一个 影响社会的职业 应该是影视演员 因为我们全世界的老师现在都公认 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是电视 而电视里面谁在演呢 就是演员 演员的举手投足 偶像的这个发一言行一事 都成为很多人模仿和追求的对象 那么我刚才在台下的时候呢 就看到有一个喜欢傅重老师的影迷 给他写了一个条 说希望傅重老师将来把事业做得更好 在演绎道路上事业会越做越好 希望他能够更加身体力行地 落实圣仙教会 感召更多的影视同行 进入我们传统文化的圈子 让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的复兴 成为不久的将来 成为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 摸得着的春天的花朵 谢谢 谢谢 来恩宋老师对我的指正 谈不上指正 我也不忍心 大家的位就此扭曲下去 所以我的发言浓缩一下 有几点感受 这个傅重老师的谈话呢 真情谈话 给我四点启示 第一个呢 孩子长在父母的心地里 蹦跳在父母组成的舞台上 如果这个心地地震 这个舞台总是发生断裂 那他的内心的惊恐 不安 忧郁 无所适从 悲观 失望 产生复仇的心理 自卑 自负 那就很自然的事 第二 我们看到 傅聪老师的父亲 他再婚 有没有解决他 人生幸福的问题 他真正幸福的人生 是从适合傅聪 老师一起学习圣贤教诲 开始 第二 我们看到傅聪老师 他在家真做 力行近乎人 这一学真做 就能点亮自己 就能照亮别人 就能显正破写 第三 傅聪老师还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自己做了 别人没有变化 如果家庭里面 还有迷雾 是我们自己的心 还不长 还没有制成感通 是我们做的还不够 就没有感动别人 是我们量的积累 还不够 就没有达到 智的突破 谢谢您 感恩 宋老师 谢谢 进地区 退地池 问起对 赐物席 在我身边这位老人家 是原来在电子研究所工作 在东北电子研究所 老人家今年有多大年岁 73岁 73岁了 您老人家 您老人家有没有听到过 传统文化的论坛以前 过去没有听说过 那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感受吗 因为您一直在做笔记 有没有看到 今天听了中华传统文化 特别是胡种 还有赵种 讲地质规 我感觉 这个地质规真是咱们传统文化的宝 我们生活工作 整个生命都不能离开 是 这个老人家呢 一直在这做笔记 那么现在呢 这个我们也都知道 有很多人呢 需要一个精神寄托 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支持 那么现在呢 各种说法呀 各种这个误导啊 也很多 比如说练各种功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次论坛上 还有人出来忏悔呢 就是讲啊 不练法轮功 那么老人家过去呢 也过去啊 受过一些人的误导啊 练过这个滑藏功 那么现在呢 接触传统文化之后啊 就彻底的放弃了 是这样吧 呃 春节前 我接到父宠的妈妈 父琪 给我寄来的 就是 讲那个地质规 那个 那光碟之后 我把这个光碟 我女儿 我女儿家 我儿子他们 还有我这个过去的那些个 呃 练功的戏友 我给他们看了 他们都非常的 呃 受感动 特别是我那侄子 他买了很多的这样的碟 来送给这个别人 我和我的老伴就是呢 经常接到这个父亲的妈妈 给他寄来的这样的光碟 我们有时间就在家里看 就学习传统文化了 不再学原来那些东西了 呃 法 那个 华战功 自从那个99年以后 就再不练了 是 我们祝贺老人家 他刚才提到的 这个傅冲的妈妈 傅冲啊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啊 那么刚才这位老人家呢 我们也看到 老人家听到这个 金亚佳老师的演唱啊 也一直在掉眼泪 老人家您老今天多大年岁 我79岁了 79岁 您老人家 以前有没有听到过传统文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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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79年第一次 这次第一次 对确是挺感人的 不但我学 我学 对 我那个爸儿子也找回来了 把我的孙子 今天的双选 停了一次课 也叫他来这次受教育 好 谢谢 把家里人都找来了 是 我那老伴还来了 是 是 你老人家今年 20岁 20岁了 你是一家人全都来了 是 一家人全都来了 好了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 还有很多啊 这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家 他们呢 这一辈子呀 没有听到过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 所以说呢 各位来宾 各位老师 各位长辈 我们有机会啊 一定回去啊 把这么宝贵的财富啊 带到家里去 人生太难得了 机会啊 太难得 我们再次 谢谢这些长辈 他们来做 很好的支持 好 我们在这里